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虫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今天的安华 他刚刚宣布说 他说接下来我们政府已经开始 要对这个电子烟征税了 而且是征蛮重的税 之前我们只是对那种传统的香烟征税罢了 然后这个财政预算开始 我们也会对这个电子烟征税 然后这个安华也承诺说 这个电子烟所征到来的税收 有一半会交给这个卫生部 就是交给卫生部去医疗这些病人 尤其是这些跟这个抽烟有关系的病人 我不知道他要怎样分配 不过据我所知应该有 也是把这笔钱直接交给卫生部 然后再让卫生部自己去分配 这是最可能的做法 OK 好 关于这个电子烟呢 为什么现在这个电子烟呢 要被抽这个中税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新闻 大家都知道 今天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 我们中学生里面 有4.3万个中学生患有这个烟影 就是抽这个电子烟 大家都知道 其实电子烟非常的普遍 不管是大人小孩 很多都在抽 而且呢 我看到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就是 很多人都在那边不以为难的说 哎呀 电子烟罢了吗 没有什么伤害了 他讲又不是以前那种传统的抽烟 以前那种传统的抽烟 对身体伤害很大吗 所以不应该抽吗 但是现在已经是电子烟了 电子烟很健康的 抽下去没有事情了 所以你就会看到现在的电子烟 不管是老老少少都来抽 OK 其实这个问题呢 之前也很多人问过我的 就是这个电子烟 到底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害没有害呢 OK 我今天我就找了一些资料了 来跟大家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电子烟呢 对于我们人体是有害的 而且呢 它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呢 还大过传统的香烟 这不是我讲罢了的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因为这个电子烟呢 它是液体的嘛 然后你知道它液体里面有什么成分吗 你不知道咧 就这样抽罢了 你不知道什么咧 它里面的那些成分啊 有很多的致癌物 全部都是化学物 有很多的致癌物 我可以肯定是电子烟里面的致癌物呢 比传统的那种香烟还要多 这是事实来的 你只是看它没有用打火器点火 那一个过程罢了 你以为没有吸进去这么多那种黑黑的烟 没有事情 但是有没有想过 那一只电子烟里面的水里面到底是什么成分 你知道吗 它其实它的致癌物 比传统香烟还要多 这是事实来的 大家请去谷歌一下 这个电子烟对人体的危害到底有什么 OK 好 我在这里是再三正宗的跟大家强调 电子烟里面有很多致癌物 然后它的伤害其实比传统香烟更加大 所以呢 千万不要以为电子烟没有事情 对身体没有伤害 所以呢 你们不管是大人小孩都拿来抽 大人小孩都不应该抽 谁都不应该抽 所以现在政府要抽这个电子烟重重的税 就是要让你们 嫌它贵 然后不要抽这个电子烟 OK 讲到刚才我看到这个4.3万个中学生抽烟的新闻 我就想起了以前我读中学的时候 我读中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班上有一个马来同学 他的烟影很重 他烟影很重 怎样重呢 就是呢 每次上课上到一半 转头看他一下 满脸在流鼻水 流鼻水流到很严重的那种 然后呢 他在那边忍到很辛苦 忍到很辛苦的时候 他就冲出去跟老师讲 诶老师我去上厕所 其实我们全班人都知道 他那也是去上厕所 出去找个地方抽烟 抽烟了过后 回来又是龙马精神的样子 OK 然后后来我们听其他的马来同学说 他的家庭背景很可怜一下 就是说 他是他妈妈带着他改嫁一个继妇的 然后那个妻妇对他不好 那妻妇呢 每天半夜都抓他起来 叫他去帮他做那个抓鸡跟卖鸡的生意 弄到他没有叫好睡 总之日子过到很不好就是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必须要抽烟才可以提升 还是让他消除这个压力什么之类的 那时候我们听到版本是这样 其实我是觉得蛮可惜一下 我这个马来同学 虽然我跟他没有联络二十多年了 但是他是一个不错的马来人 你知道吗 我很记得 他的一些学术的成绩是不错的 他尤其是他的biology 他的生物 他生物是全班第二高分的 我告诉你 那时候我看到他分数我都吓到一下 不过其他科目就平平了 他只有他的生物分数是最高的 我看到我都吓到一下了 但是我觉得蛮可惜了 马来人里面他算是优秀了 但是可能这个家庭背景 就弄到他有这个眼影 然后之后会怎样我也不知道了 Ok 这个是我以前中学时代所遇过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然后后来读到了大学了过后 我发现到其实也是蛮多同学 尤其是有足都是有抽烟的 ok 抽烟毕竟是不好的东西 其实抽烟也不是说只是有足的专利 其实我们华人子弟也是很多抽烟 只是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我们好像比较少看到抽烟的华人子弟 为什么 因为那些华人子弟如果是很早就错学了 可能他们是已经没有读中学了 他们在外面抽烟 你不知道罢了 但是呢 这个抽烟这个文化呢 其实不是说你有读书还是没有读书 很多即使是有读书出来社会工作也是有抽烟 我也是觉得很黑烂的 真的是很多人出道来社会工作了过后 自然而然会抽烟 尤其是那些时常去喝酒的那些朋友 那些基本上呢 啤酒跟抽烟就是一个package 跑不掉了 ok啦 我本身是完全不抽烟的 ok 我也不是想说歧视抽烟的朋友 我只是要再三的跟大家强调抽烟对身体有害 二手烟对你的家人更加大伤害 然后现在电子烟比传统烟更加伤害 我希望我今天借这个视频 可以向你们传达一个很正面很明确的讯息 任何形式的抽烟都对身体有害 好 尤其是呢 还在读着中小学的学生呢 什么情况 这样小就跑去抽烟 不应该啦 ok 如果你们看到中小学生抽烟的话呢 即使不是你们的亲戚朋友 也应该要出手阻止一下 好 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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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